听完蓝湛的回答 魏英再也没有下文了 沉沉睡去 她睡过去之前蓝湛所说的每句话 她都听见了也回应了 但没有放在心上 以为蓝湛逗她开心呢 鼻腔里发出轻哼声 像有不满 但更多的是撒娇 魏英往蓝湛怀抱深处微趣 用肢体语言寻求温暖和安全感 魏英累坏了 她被入侵得很深 忍不住告扰 说甘拜下风 让人慢点 蓝湛嘴上柔声哄着她 身下却又是一番连续而猛烈的抽颂 魏英从没见过这副模样的蓝湛 魔人 也勾人 她一颗心为之剧烈地跳动着 情难自见 就想沉溺在那带着点刺激的温柔香里 第二天醒来 睁开双眼 魏英顿觉身子像散架了似的 转眠眠的 她转头望向躺在身侧的石座勇者 不曾想某人正某里藏笑 情意绵绵地凝视着她 像是一直这样看着她 等着她醒来 魏英抬手捂住蓝湛的眼睛 嗓音略寒沙哑地沉道 你别这样看我 我快被你弄坏了 蓝湛握住魏英的手 放到自己的胸口处 她抬起上半身去啄吻魏英的眉心 不会 下次我注意点 看到蓝湛充满歉意且对自己小心翼翼 呵护有加的样子 魏英心中意软 她本来也没真的生气 只是故意要调侃一下蓝湛 她眨了眨眼 说 别注意 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都喜欢 蓝湛轻仰起嘴角 没说什么 把魏英搂进自己的臂弯里 屁幕吻了吻她的发地 魏英微仰头 又问道 蓝湛 昨晚你为什么那么兴奋啊 是因为你是窝困吗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 蓝湛看着魏英 感情昨晚自己的话都白说了 魏英没听见吗 蓝湛只好在魏英好奇目光的注视下 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真的吗 这下轮到魏英兴奋了 她激动的想支起上半身 却阴下体传来的不适感 而把好看的眉眼皱成了一团 她撕了一声 躺回床上去 伸手揉着蓝湛的耳朵开玩笑 蓝湛 要是个女的被你像昨晚那样折腾 不得怀孕了 蓝湛耳根迅速爬上一抹粉色 将人压在身下 别乱说 我只要你 魏英笑了笑 也不再逗她 我想看那些话 想看看那时候 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模样的 我们等一下就去把它们挖出来 好不好 蓝湛忽然有些忐忑 那些话是蓝湛在史实他所画的作品里 唯一没被云了烧灰而幸存下来的 藏着他年少时的朦胧情思 突然要去面对他们 他心里难免会泛起波澜 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魏英的提议 你再睡惠儿 我去准备早餐 蓝湛说完 从魏英身上下去 魏英看着蓝湛下了床 目光粘在他身上 一瞬不瞬 蓝湛宽肩窄腰 背影挺拔俊美 只穿着睡衣 也难掩其金贵气质 他扣一扣 梳头发的动作都是优雅的 魏英纳闷得很 他都累得不想动了 蓝湛是怎么做到像个没事人一样 看起来还精力充沛似的 不过 一想到这么美好的人是属于自己的 魏英弯起唇脚 心里美滋滋的 没有美人可欣赏 魏英终于想起拿手机看昨晚没顾上去看的信息 一共有两条 一条是云乐发来的 他让蓝湛和魏英都好好休息 注意调养好身体 另一条是蓝湛发来的 内容和云乐的差不多 但当看经自己发的信息内容时 魏英瞬间从床上翻坐起来 他用力拍了一下脑袋 晕 怎么把发给云乐的信息 一字不改的发给蓝湛了 开头便是阿姨两字 蓝湛肯定知道 这是复制粘贴过去的 魏英拿着手机下了床 他拉着拖鞋就往门外走 来到厨房 站在蓝湛身边把手机举给他看 魏英气呼呼的说 你看 你是罪魁祸首 你去和你哥哥解释 不然他会觉得我在敷衍他 不尊重他吧 蓝湛的目光落在蓝湛发的信息上 只有几个字 却令人浮想连篇 好 你们好好休息 保重身体 蓝湛弯了弯唇 贴近魏英 微凉的唇半蹭着他的耳垂 问道 解释什么 只会越描越黑 魏英想想也是 蓝湛心里应该跟明镜似的 只是没点破 蓝湛再去解释 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罢了罢了 魏英阳作恨恨的 在蓝湛腰间捏了一把 哼 我的好名声 早晚会被你败光的 蓝湛但笑不语 从碟子里插起一小块尖弹 送进某人的嘴里 某人有的吃 像只偷了心的小猫 舒服的迷了迷眼睛 亲身给厨师送上一个香吻 吃过早餐 蓝湛先带魏英去医院检查眼睛 检查结果均为正常 之后他送魏英去了安装园 再返回市里上班 蓝湛回去前 魏英找了把铁锹 和他一起来到了埋着铁盒的屋后空地 魏英把双手搭在铁锹的顶端 下巴隔在手上 看着蓝湛细皮嫩肉的双手挑了下眉 你会挖土吗 蓝湛二话不说 接过铁锹 弯腰开挖 姿势还很标准 魏英在一旁朝他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天才 干啥啥都行 凭着记忆 蓝湛很快挖出了铁盒 盒子表面有些生锈 但里面的画纸因为纸质上成 包装用心 准完好无损 笔记清晰可见 一共七张画作 魏英明眸细看了片刻 忽而转身抱住蓝湛 便埋在他的肩窝处 热意涌上眼眶的 不只有魏英 还有蓝湛 三十五日前练起床 赶紧 三十五日前练起床